才刚发寒假 已经有大学生等不及开启了毒趴了 基隆警方分别在KTV跟汽车旅馆的毒品轰趴 逮捕了将近70个人 当中还有过半是大学生 还有学生要头揪团来参加 甚至还请了裸女辣妹来热舞 大学生被逮的时候很无所谓啊 他说这又不是很严重的东西 让警方摇头 郑儿育龙的音乐警方破门而入 大批年轻男女正在开趴 桌上又是烟又是酒 还有一包包的摇头丸 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还说毒品不是很严重的东西 听来实在让人摇头 警方把人通通带出来一一指认 究竟还有那些毒品 因为我朋友他们不抽烟 我不想 没有知道这是我的事情 然后我不想要让他们 也会跟着我抽烟 所以我才弄好去厕所 一个人抽烟 你就你一个人抽 实在荒唐 寒假才刚开始 大学生居然相约 KTV汽车旅馆开毒品派对 当场搜到安非他命 摇头丸还有K他命 刚刚玩很嗨的年轻男女 这回全低着头 不敢见人 少女参加派对啊 他们是以六千块的代价来吸引他们 而且免会提供摇头丸 或者K他命供这些参加派对的少年少女来吸食 19岁的灵性嫌犯有够恶劣 不止自己吸毒卖毒 还邀约学校的同学一起拉K 还抢不拉K就是训咖 每次毒品party还以六千元的代价 请罗女炒热现场气氛 有少女因此遭到信心 69名前面当中有30名都是大学生 寒假才开始就狂开毒品轰趴 不禁让警方大大的摇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